青森 黑玉花 很多路都這樣,它曾溝出來了 然後路就倒掉 倒掉大家都覺得麻煩了,乾脆鋪水 這就是我們最怕的 所以路要修好,要不斷的修 這邊其實在我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用...不是用... 就是用傳統的方式做事情 就是摘茶或種竹筍 甚至種道在早期都是用古老方式 這個方式就是說當我們現在在流行禮山或禮山倉義的時候 其實他們抱著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就已經在做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按照古法在做事情 這個古法做事情是這五六年來 因為茶站開始成立小結堂 很多山有來 然後我們也開始學習種道 做茶葉、做茶或者是挖荔枝壺 才發覺原來他們以前很早很早 就已經用一種比較友善的方式 有時候有些人不喜歡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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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也會吃第一次吃 因為我們現在也會重新吃 我覺得很久 不幸我們等一會 要知道我們會有很多痂痕 但是我們會有高度 vuel長 好多疯營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哪些草痕 那會不會有很多痂痕 我們會不會有太多痕